《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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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什麼情況了 累了或者疲憊的時候 懂得轉彎就行了 一直死掉馬上醉 懂得說說去 其實人生就是有時候 懂得放手 懂得先放手 其實沒有什麼是一定要的 並不是說你不執著追求 是你會發現每一件東西 當你不能達到一個 站在一個最高點去俯視它的話 每一件東西其實你拼命的 最後得到的時候也不過都是 每一件都是 包括這個世界的 你想做的每件事 事業也罷 愛情也罷 很多東西都是 當你歷 poder 原来就过来了 毕竟很多忙碍得到的时候 那个不是你不知足 也不是你太 是你没有了知真相 就没有了知这个世界 很多事情的真相 你永远探讨不尽的 比如说一件事情 或者情感 或者是 恒云爱情 或者是未来你想做的 每件事 其实旅行 或者是什么 国内国外等等 只要在地球上转悠 其实你最终了误的是 就是真的是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说生命的意义 大家说很多人去 为什么很多人去探索 但是为什么老是搞不清楚呢 有各种不同的答案 生命的意义 其实如果他找这个 这就是我们金刚金说的 你找这个人像 找这个物像的话 你永远搞不清楚生命的意义 因为你就已经被迷惑在里边了 迷惑在自我的觉受啊 自己的一些情感 自己的里边了 你不是个旁观者在生命 你没有撬出生命外边去看生命的意义 你永远看不起 你不知道的 你现在就像一个 就是撬到大海里边游游的人 或者这个 如果我们还游游技术不行的话 你才拼命地在挣扎 能够活下去 很多人是为了物质 才要挣扎着活下去 或者要 要去呼吸好 要怎么把腿跟胳膊调游好 刚开始出生生活就是这样 你还是个溺水的人 基本上在挣扎着 要活下去在海里边 然后你问海水怎么样 大海怎么样 跟大海的柔恰多 或者什么 你去看起大海的真面目 是可能吗 你还在挣扎着生存 那么除非一个想了解大海的人 除非他的游游技术 已经高到熟能生巧 在里边就自由 像鱼要穿梭 这时期已经不知大海的存在 像鱼要在海里游动 然后呢 要么就站在海岸上刨关 那才能看见大海的全貌 才能看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很多游游技术不好的 就是刨关者吧 就是在海上刨关的 在生命里边 一直就淡淡地 让自己淡出生命之外 然后呢 就要很淡破的日子 过着一些 就是有很多休闲的生活 就是这样 还有一种就是大城铺 就是那种层次很高的 那个大铺 层次那就直接下水 在海里像鱼一样的游 在它水 它之所以它在海里能自由的游动 它根本就不把这个海里的水 当成水 就不把生活当成生活 不把人当成 当成说固定的人要什么 它打破了所有的水跟人的框架 然后因为对鱼来说 那就是它的 那就是空气 就像人对空气 或者是对鱼来说 那就是它的 自由的亡国 就是乐园 那如果你能有这种 这个生命 这个生存的 这个世界 就是你自由的乐园的话 你怎么不幸 哭哭乐乐 又怕什么 就没有无奈了 人家也不能要先过一段旁观的 就是经常会旁观一些东西 一些学会 也不要直接说撬进去 让自己迷走 这么多 那粉丝 哈哈 distracting 尽 不 仔 无辞 lapto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